讽刺虚假文化!徐汉强拍片有爆点! 拍短片和长片虽然各有不同的要求,但掌握影像,有话要说却是一样的。 即将开拍电玩改编电影《返校》的导演徐汉强,曾以小青心大爆炸入选第一届高雄拍段片,小片嘲讽一窝蜂追求小青心风格的微电影,戳穿商业行销里华而不实的生活情调,片中还将在高雄爱河畔骑脚踏车的情景拍的浪漫却造成一样。 以奖励短片为主的高雄拍规定影片必须有高雄场景,但小青心大爆炸里出现的高雄,却曾引起审查委员的意见。 徐汉强坦言,尽管审查委员一度治理影片可能把高雄弄成虚假的地方,但我解释影片不是针对特定的城市,而是探讨一种文化现象,最后顺利通过。 徐汉强坦言,当时会拍小青心大爆炸其实与整个社会氛围和创作环境有关。 为了生活,他在那段期间接了不少微电影,每次都发现业主要的是一个奇妙的生活氛围,什么地方都要浅浅,白白亮亮,讲的事情要感人,所以出现的社会阶层不会是很有钱的, 可能只是大学生,正在努力追求梦想,但场景却是在高级社区或咖啡店。 整个虚假的生活情调,不断被复制,好像你买了我们的产品就会有这样的生活,你等于是参与这个生活。